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还要 费那么大劲请大老师 因为大老师粉丝多 在这点上 我和大老师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没有大老师有魅力 我只有一个粉丝 所以我到哪个节目录影 大老师就会来这个节目当嘉宾 如果我妈跟我的女朋友 同时掉进水里 我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我依据他们压水花大小 给他们打分 上回我看见张小刚老师 特别可爱 他穿了一个肉色的紧身短裤 还穿了一个肉色的跨栏背心 我一进门 我说花生成精了 但是我演出唱歌的时候 演唱会的时候吧 一定就得折腾 因为我不可能不动 你们底下看我跟看瓜力的似的 也不合适对不对 你们都该琢磨了 哎呀 你都假唱了 还不能真跳吗 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 像人家赵薇 那眼睛那么得歌 那就是落地窗 对不对 你看咱们这边有的女孩 那大双皮儿 和跟抬头纹似的那么得歌 那就是百叶窗 但是像我们李旦跟池子呀 哎呀 他们俩是什么窗啊 你们俩就是那个网站的小残川 我后来的时候还坐过一段二手车 那个时候二手车市场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 现在连黄博呀 还有孙龙雷呀 他们都在骂二手车 我要是能坚持下去 我还能让他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那我正是啥 最近网上还有人说 喊卖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 只要你找上一首古诗 在里面加上我他这那 你就能会喊这首卖 比如窗前我明月光 一事他地上霜 举头这望明月 低头那思故乡 但是这个 这个也挺难的对不对 也非常难呢 喊不来我不行 你会吗 不行 低头 对吧 这相当于说喊卖并不简单 你要是想学会喊卖 你得先学会股师 李白当年要是懂得这个方法 那他就不叫李白了 他当年就应该叫 MC 李白 假如给每一个人多一点的时间 好好发展一下 给我多一点时间 谁敢保证 我以后不会成为全国的明星 对不对 到时候我也上 那叫维也纳 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去喊卖 我让全世界跟我研九醉 主汉的刘备对吗 他卖草鞋的时候就心系天下 他要不折腾哪有三国 不折腾 就蹲家里研究鞋 公元200年 地球上有耐克了 你还打什么天下 打篮球去吧 贱国 贱国高健离 我一提高健离 你们想起对吧 就想起一个中单的法师 你们看看历史好不好 看看历史 贱国高健离 是吗 多了不起啊 易水与太子丹 宋经科 高健离这边基住 就是演奏乐器 经科听了之后感慨万前 放声高歌 冯萧萧我易水汗 壮士仪却我不复唤啊 就对对 听完之后呢 没有就两句词 看看历史好不好 唱完之后是吗 燕琴两地的老铁们都兴奋了 金科也非常兴奋呢 非常高兴 就去找秦王去了 人家地图展开 就匕首拿着图穷避线 拿着匕首 在对着秦王 老铁 扎心了啊 你们看过那个 吐槽大会 就应该还有印象 我在吐槽大会里说过 就说有一个那个 小鲜肉 对吧 马上就要来了 然后放我们鸽子 不来了 我也没敢提他名字 因为那个 粉丝惹不起嘛 对吧 今天这又不来 今天这个呢 我好好说一说 因为这个人 不可能有粉丝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 陈 认识陈 知道吧 你们用微博就知道他 隔三差五 大脸 我们屏幕上一贴 给你发红包啊 什么什么油品 疯狂折扣机 打那个德行 就这么个人 然后说不来 你知道为什么不来吗 理由也特别奇怪 你知道为什么不来吗 说不想跟我们天佑同台 嫌弃我们天佑土 天佑土 天佑土吗 确实 确实 确实是 这 这 确实 还很暴力 还很暴力 这个确实是 对吧 有那么一点 但是这也跟 跟谁比 跟我比 是土 跟你不是很般配吗 这老师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出一道诗歌赏西题 注意听 艺人我饮酒醉 和我为自己代言 到底哪个更妥 是不是很难取舍 就是说挣钱的方式 谁更体面 感谢老铁送上的火箭 和某某优品 疯狂折扣机 全场X货 哪个体面 我想请陈总 思考一个问题 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你不卖X货 但是大家都觉得 你卖的是X货 是不是比你真的卖X货 还可怕 产品没有问题 大家就觉得有问题 是不是代言人 出个问题呀 今天就是给大家 分享一个概念 就叫 甲月停市的下场 为什么这么多人折腾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自己折腾 能得到甲月停市的下场 就是万人妥骂 重判清理 但是有钱 确实是有钱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 就走上了折腾的邪路 其实啥叫折腾 就是一个人 刚能做好一 非要做二 这就是折腾 你比如说我 刚能做好一个邪手 非要自己说脱口秀 你说能能说好吗 能有什么好下场 无非就是甲月停 一样的下场 对吧 就让我在别墅里哭 我不知道你们投钱 不用不用 不知道你们投钱 不用不用 本身就是扑扑通通的 烤串小伙 搭上护眼网 年如过亿网红 本身就是扑扑通通的 搭上护眼网 成个优品 你这你这事 其实长得帅一点都不好 真的 我到高中班主任 天天骂我 不好 笑定飘气了 天天出去玩 长得帅有用吗 长得帅能饭吃吗 我说老师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多怪我 多怪我这张 帅脸 有一位古人说得特别好 抛弃爱情的 戎马一生为了谁 能爱几回是几回 对 一位东北古人 当代顺口溜大师 偶像剧里一吵架 女生就走是吧 而且走得特别厉害 都是打车走 开车走 坐火车走 但是男主角就比较执着了 都用腿追 追着追就追跪地上了 然后仰天大喊 啊我为什么追不上你 追不上你打车呀是不是 你跟我喊什么呀 打车呀 但是最折腾的 可能是最后一集 女生一走到底 去机场 女主在上飞机前的 那一瞬间 男主瞬间赶到 是吧 我特别纳闷 难道男主他 不用买飞机票了吗 他不用过安检的吗 是吧 一到安检口 先生您好 请出示下你的身份证 还有那个登机盘 你敢拦我 小伙子 我可是偶像剧男主角 你知道 你看我这张帅脸 你抢定 你抢定 我知道很多男生都买过哑铃 但是只有到了搬家那一天 你才知道他有多重 因为从来都不练 对吧 偶尔练下也是瞎练 只会做一个动作 二头弯曲 这有什么用 你二头练得比头大 又有什么用 对吧 碰到坏人你不能说 你过来 你过来我夹死你 你们肯定见过那些 穿着奇装衣服跑马拉松的 是吧 穿着护士服的 跑了十分钟就不行了 又来两个护士 直接担架抬走 他又穿着西服跑的 西装革履 拎个空门包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跑步 还是跑业务 你知道我最佩服的 就是那些打扮成僵尸跑的 但是你知道我最烦的就是那些打扮成超级英雄跑的 把这超级英雄的形象全毁了 想象一下 当你看到超人上气不接下气在跑步的时候 真是要多心酸有多心酸 最可气的是 他跑得还没有跑业务的快 还有绿巨人 知道吗 我就没见过这么矮的巨人 跑不了多长时间 身上开始掉色 你乍一看以为仙人掌成精了 而且跑着跑着就碰到了僵尸 开始植物大正僵尸 我这么红为什么还要来给池子当队员呢 你说我比建国委屈多了 我跟你说这事 我玩摇滚那年还没有池子呢 那时候 池子还没开始挖呢 那会儿他只能算一个什么叫概念 有多网友问我 说人家说在北京搞摇滚音乐的都打过大老师 说你打过没打过大老师 这个确实是我工作中的失误 这些衣服呢可以捐给山区的朋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买的那些衣服 山区的朋友能传吗 你想想想人家山区两个老大爷的地里啊 一个就问说哎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 不错不错 灵害说对对对是挺好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穿这个露背状厨地啊 真是有点帅的话 全国首当最权为脱口秀高手 对战节目脱口秀大会 8月11日起 每周五晚八点 报销开车 8月10号